这会儿应该到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路上有点毒 给我介绍一下呀 温泽说的人是你啊 是啊 对不起啊 丁总 今天可能确实是有误会了吧 没有误会 自我介绍一下 人态BG投资公司总裁 金小贝 您是丁丁APP的创始人丁女士吧 幸会 幸会 金总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林总 你现在要打扰我 跟我的客户谈生意吗 丁总 不好意思 时间紧 我就开门见山了 好啊 我跟我的团队呢 已经研究过了你的应商 发现有三个应商 第一个 你们的帖子篇幅太长 有效信息太少 这样会导致移动端的客户体验不佳 你们需要大量的专业的指导 还有调整 第二 产品品类过于单一了 你们需要扩展供应渠道 尤其是海外的这些渠道 以扩展商品品量 第三 恕我直言 我觉得您和您的团队 应该没有电商经验吧 所以我建议你们 尽快搭建海外采购 仓储物流 官物 以及客服团队 金总 那说说你条件吧 五千一百万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金总 你这看来要把我们应商 全给端了呀 不好意思 我只是觉得这酒太难喝了 他们调整是应该送去培训 服务员 一小小的金酒一小的冰块 还需要一点柠檬汁 谢谢 有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的话 上的口岸再好 还是逃不过走狂的秘密 是吧 林总 我相信您见过的 所有投资人里面 我给您的估值 应该绝对不算是高的 但是您也要相信 相应的我能够提供给你的东西 绝对是别人给不了的 林总 您运气不错 赶上了风口 您在你的赛道上面 应该是排名第五吧 但是重点是您后头的六和七 他们已经领先你一步 完成了B轮融资 目前正在发力 而且势头很猛 依照他们目前的点击量 还有点赞率 还有目前的日用户注册量来看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超过你的 我觉得吧 丫头 你不要说话 今天是温哲 给我还有丁丁之间欠的线 也就是说 任泰跟丁丁谈成什么样 那是我们自己的水 喝这个好喝多了 丁总 看来你对我们APP 早已胸有成竹了呀 丁总 我说过 你们的APP有三个软肋 前两个我们都心知肚明 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 唯独这第三个 只有我才能够最好 最快 最彻底地解决丁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是吗 我的报价就放在这里 接受或者不接受 您自己决定 人泰什么情况 林总最清楚了呀 我想邀请你 给我下一个判断 到底金总 她能不能完成她所有的承诺 她是不是我们丁丁APP 最合适的投资人呢 我 我不太适合 林总 我相信你的专业素养和判断 是 好 金总 我跟你合作 好 林总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好 明天呢 您就带着法务来我办公室 我们谈合同续子 好的 金总 林小姐 可不好哄啊 那你放心 我有经验 林总 女士跟你说 我忘了 中文小姐啊 大老给我们来个微信 老老 回去吧 回家了啊 他陪我散办不 明天来接的 老王 你要赶走 你就不要再来了 很好 明天来人态上班 工资翻倍 走 好嘞 老王 老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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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呀 金总 丁丁你能搞定 温哲你能收买 连我的司机你也能收买 有钱正好 有钱真了不起 谁都能欺负 是吗 分人的 至少我就从来没有收买过张晓妮 你们俩差不多也该和好了 人家当初呢又有苦衷 你们俩呢又有误会 再说了 人家N&D 就算不派他来 还会派别的销售过来的吧 没差 好了 都那么久了 这些事情该忘记就要忘记 你少转移话题 这事跟赵有什么关系 我们俩是不是说好了的 公是公私是私 那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谁说话不算数了 那公是公私是私 今天我跟丁丁谈项目 关你什么事 我算什么 什么叫你算什么 你怎么那么 你到底在怕什么 怕我妈 你问你妈了 凌瑞 你是凌瑞 你是那个扛着S3W 逗天逗地的凌瑞 你怕我妈 我想不通啊 你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是 我妈就是一个 被宠坏的家庭妇女 她被我外公外婆 被我爸 还被我都已经宠坏了 她 她就想要 全世界都围着她转 她一哭一落泪 所有人都没有办法 所以她现在接受不了 我跟人分享 她想把你比下去 你明白吗 她就是想要控制 不是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我的态度一直跟你 站在一起呢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怕她呀 你说句话行吗 你说句话 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你别让我一直猜行不行 对不起 我不应该宠你喊 对不起 就算你怕吵架 又不想吵架 好 那我们现在心平起乎的 好吗 你现在就告诉我 告诉我 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说什么了 公司分明 我已经说完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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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脾气好 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脾气好 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对不起 ah 爱 爱 有种甜美的内伤 也有家庭的浪漫 复杂的内涵 让你最幸福得简单 当我哭着笑在你肩膀 好想陪你习惯彼此更习惯 我的不安 你拿自由 来 慢点啊 我说我没事 来吧 我真的没事 没事 喝多的人都这么说 一个女孩子喝那么多很容易出事的 但是我会保护我自己啊 弟啊 我太知道我的量了 十八岁的年 我爸亲自给我测的酒 从那以后 我就再没超过那个量了 第二 我有一个男的助理 每天呢只要一过十二点 他就会准时输线脚的包房 不错啊 这个 销售总监 算是练出来的 所以啊 以后就别再这样了 要不然 我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呢 赶紧回去吧 我上楼了啊 别在哪样啊 文哲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也明白我的意思 你和淡定已经分手了 其实你们压根就没有开始过 但是没关系 如果你需要时间去消化这段情感 我可以耐心地等你 文哲 这不关淡定的事 其实我和他之间的感情 一直都是我一厢其原的单相似 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喜欢过 我对你也是这样 你确定 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吗 这是我特别为你定制的 也就是说我这一生中 只认定你一个女人 张小雨 我爱你 懂你 我会珍惜你的 当我的未婚妻 好吗 也许 文哲 其实我一直都很感谢你的帮助和关心 我无数次地想要去感谢你 但是我的感谢不是以神相许 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理想的家庭 我可以帮助你 成就你的事业 我们两个人的相悦 是天意 但是我张小雨从来不信天意 我只相信我自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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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回来了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洗个澡 咱先把话说完好了 我感觉到了 你的耐心快耗尽了 我来说吧 你要不要先搬出去 搬哪儿去呢 咱吵架归吵架 不是还得回家吗 这里现在算不上是你的家 咱不说齐话去吗 林蕊 不管你是SW的总裁 还是在家里面跟妈妈顶嘴的那个小女孩 你在我这儿你就是丫头 我也一样 你不要管我是 人态的邵东啊也好 我是调就是贝哥也好 我在你这儿就是爱你的那个男人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一辈子都遇不到那个人 我们俩遇见了我们俩选择在一起 那剩下的事不是应该都我们俩共同去面对 共同去度过吗 你在回避什么呢 你怎么想得告诉我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身份评论 也告诉我公司分明 先分开一句吧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 嗯 为什么呢 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从来没有给问题 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压力很大 就因为丁丁的事吗 你那么幼稚的吗 就这么一件事有能的必要 你说吧 我从我从 你去哪儿了 还说完呢 你又想找刘薇薇哭去是不是 没关 她是你闺蜜 我是你男朋友 你现在心里面有话 你去跟你闺蜜说 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吗 不是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骂我 你随便怎么样都行 我现在接受不了你这个样子逃避问题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觉得吵架伤害感情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比吵架更伤害感情的 就是像现在你这样 你不吵 你不闹 但是你一句话都不说 我是你男朋友吧 我是你男朋友吧 那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的呢 说一句话又 又这么难吗 雷瑞我 最后 最后最后最后 问你一遍 你心里到底是这么想的 是什么 那就不不 skulle 不是 百分之百 可以 你又有得了 一遍 你脖子 冷寒 肥子 你 你 你因为我很爱你 你也很照顾啊 所以我有特别大的压力 因为我很刺激 我很焦虑 我不知道哪一天 你就会因为什么原因离开我 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看手机 这个计划本来是交给北美区的 现在总部紧急交给了中国区 我想让你来执行 这个计划我负责 选你呢是因为你主修的是商科 又在咨询公司实习过 目前来讲这个计划在中国区 甚至亚太区只有我跟你知道 那蔡蔡也不参加 具体来讲 在上海直信的人只有你跟我 但是法国总部会派一个财务团队 来配合我们 有没有信心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林总肯亲自带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另外秀儿离这个季度的销售表现很好 大区以上经理这个季度的销售奖金 提高百分之十 谢谢林总 早会的时候我没有说就是 想留给你自己跟你的团队宣布 林总 好了 不要说感谢的话了 去忙吧 萧萧 最近生活上的事情还可以吗 那就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嗯 谢谢林总 晓鱼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谢谢赛总 拿下李克思的合同只是第一步 联名世界款 生产 包装 宣传 每一步我们都应该走好 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全部方案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我已经聘请了香港最好的广华公司 这次联名设计馆的整体宣发和包装 全部交给他们做 团队的人也很快就到上海 这次跨界合作我们要高举高达 森林娜 会不会有点急了 目前刚刚签好合同 具体到设计概念 活动单品还有发布时间都还没有敲定呢 汪静 你不急 可是人家林瑞急 他急着去掉戴总裁 透过钉钉APP核直音策略 他们的销售是几何级增长 现在SW已经完胜我们了 你不急 我可真的有点急 所以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快速 而且不计成本地打造爆款 物业已经和总部汇报过了 他们全力支持 冰桂神速我赞成 联名产品一定要尽快推出 这件事我有信心 行 我全力配合 那就好 红脏 真极道眼的从眼熟 为什么家林根治的概念 竟然装卧成势 你知道吗 在世界的地方 特别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些口袗 原划进入包装的世界 形容的成果 颜色 颜色 光着样子 要符合 颜色的构想 也行 我能并以赛 无法里面美丽 我认为是 我认为这里 物丰卡门是 都是这名字 喝点水了 只要我们资料客户的需求 把下客户需要 那就肯定没问题了 河总 那是这批主打的 我们的样子 有用力吗 其实我觉得 里面的产品的整个想法 不用动 行 就是在一些 背景景光上的事情 整个时间先要无光芒 就是这个光效非常好 这是我想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记住了 在最关键的环节 全场的灯光一定要全部按下来 把主光打在 中间的里克斯身上 记住了 好的 方总 小鱼 明天新闻发布会 有个细节你要注意 里克斯说 会请卡尔大师来 所以呢 媒体方面的人 可能会比预估的要多 你要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我让两个时尚杂志的 伙伴都分开做了 放心吧 我安排得妥妥的 现场还好吧 是 现场效果特别好 好 现场效果特别好 方总 我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现在现场有点忙 好的 出事了 冷静 现在距离发布会开始 还要二十个小时 别一惊一乍的 再说了有什么事 是我张晓鱼解决不了的 现在说吧 李克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什么意思啊 从下午三点开始 我就一直联系她 一直联系不上 电话不接 家里面 好 苏珊 你在现场收好了 同时给李克斯打电话 发邮件 让她今天晚上务必出现在 发布会现场 好的 笑一姐 这样 你去她家 我去她公司 现在 好的 是 您拨打的友谱 在十六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到她家了吗 还是没人 还是没人 你别动啊 我马上到她公司 若公司再没人的话 你就去找我业开锁 我担心别是煤气中毒什么的 今天下午三点 世界知名化妆品集团SW 小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电视上的李克斯 根本不是跟她签合同的那一个人 她后背一阵发凉 显然自己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小鱼出事了 你立刻看新闻 张小鱼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你在哪儿 立刻回电话 张总 不对劲啊 物馆说李克斯昨天就退房了 张小鱼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立刻回电话 张总 不对劲啊 物馆说李克斯昨天就退房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中国区总裁难辞其求 总部的意见呢是开除 可我也做了工作 毕竟之后还要在圈子里讨生活 方静 你自己辞职吧 不对 这件事的责任人明明是我 该受罚的人也应该是我 公司投入了巨大的宣发费 广告费 结果呢 差点成为行业内的笑话 这么恶劣的影响 你一个销售总监担得起吗 你如果想走我没有意见 如果想留下 那么今年的年装奖 全部取消 走就走 小鱼 别冲动 我们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这个锅 我这个中国区总裁部背 难道要亚太区的来背 可是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 总部说要开除我 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第二 这件事情明摆着 有人精心策划了一起商业诈骗案 我辞职也挽回不了 社会所受的损失 我想至少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讨回公司的公道吧 这个啊 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只需要为自己的失职负责 那我们不应该连真凶的责任也一起承担吗 说到底你们就是不肯辞职是吗 可以 那你们就拿出证据来 打官司 总不会支持 可是该离开的 最终还是得离开 不公平 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 要走 一起走 那Selina岂不是郑重下怀吧 社长一个月前找我谈过 他考虑把亚太区 迁到上海 中国区和亚太区的总裁 我一个人坚韧 所以 这次联名产品 你一直强调放慢脚步 稳妥第一 怪我 是我太继续修成了 我想借这次联名产品打翻身仗 结果上了别人的党 方总 我对不起你 不怪你 愿赌服输 这 就是职场 我 你应该是烟 你也要找到 你 我先去 这是和L&D签的协议 还有合作方案 这是设计图 下周再给它 明白 释成之后付另一把 来 给我拆几张照片的真伪 要快 我等着 好呢 好 董总 董总 怎么了 事情可能有转机 转机 不过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 这都两天时间 张总 董总 您电话一直在响 方总 我接个重要电话 嗯 等我啊 你说照片是真的 你说照片是真的 好吗 好呢 好嘞 面条 这个文件尽快寄给日本总部 好的 张总 林总 我们需要见一面 见面地址我微信发给你 有东西给你 我相信你会来的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 我坐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等待我生命中那个特殊的人 今天斯琳娜让芳妮辞职 一年以前就是在这儿 你把我带入了美妆界金字塔件的SW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把你当成我的人身导师 就算我对你的行为不再认同 我辞职离开了SW 这依然是我生命里面的圣地 直到昨天 我发现你对我设局 你指的是和李克思的合作吗 你们能合作 我们不能 财大气粗的公司 合作的首选就是并购 这些你可能还来不及学 或许说方静董 不过L&D是个小公司 出不起这样的价格 商业诈骗罪 不分大公司和小公司吧 你想说什么 最好 我想清楚了再说 我们找到的李克思是假的 这个您知道吧 我听说了 我也在奇怪 聪明冷静如方静 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 砸钱给一个假货 高调宣传 高速打造 这手段太不方静了 那是因为我的错 从刚开始寻找低调的李克思 我就掉进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骗局 你太懂心理学了 那个假李克思第一次出现 就是和凯尔大师同时登场 让我非常自然地相信 她就是个人物 就在这个时候 你买通的那两个女模特 就起了关键的作用 哪个是李克思啊 就是那个 再跟凯尔大师听见你的那个就是 特殊的光环下 两个陌生人的谈话 我竟然就信了 可是没关系 我现在也已经查清楚 那个假李克思 李克思就是个欧洲模特 因为她和凯尔有私交 所以那天秀场相遇 会显得格外地清静 所以你又醒了 知道为什么这次并购交给中国 去来实施吗 是因为 李克思在上海设立了工作室 他现在常居上海 至于唐纳的工作室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就是因为你看到了这一步 所以你安排好了工作室外的布局 你让那个假李克思 去真李克思的工作室试镜 时间就选在了我去的那个节点 工作室 工作卡 很显然全部都是临时卡 但这一切足够让我相信它是真的 听起来也没有觉得 这个局设得有多高明啊 难道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莽撞和子大吗 我经过了复盘 你所有的设计也并非天衣无缝 只是你充分利用了 我急于想要搞定 李克思这件事情的心理 所以你赢了 可能啊 你的推理啊分析啊什么的是对的 但是你把目标锁定到我 是错的 不承认 你以为我带录音笔了吧 对你我不会这么幼稚 今天我约你来 是要当面告诉你 我和你之间的 师徒之情 今天 一笔两轻 你不想给我跟方静一个公平 下次见面 就是法庭 把我约到这儿来管我要公平 还琢磨着要跟我对簿法庭 为了方静啊 不是为了方静 是我自己受不了圈套和阴谋 你是凌瑞 你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套 你要赢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呢 我凌瑞是不是赢得堂堂正正 还轮不到你来平满 你是谁啊 你觉得你是谁 什么时候学会对人进行道德审判了 你就从来不会去碰触所谓的底线 那人态的专柜 温哲为什么愿意改变规则 你觉得你还是一年前站在这里的那个 简单 通透 干净的张晓鱼 我不会设阴谋 置人于死地 如果竞争只能选择走邪路获胜 这样的胜者 我张晓鱼也不要了 从什么武侠小说里边学的这些 莫名其妙的词儿呢 你觉得我跟你一样闲吗 跑到这儿来听你说复盘 你听不听我复盘无所谓 事实就摆在面前 事实 如果你永远这么冒冒事实 你将永远会迷失在别人给你的事实当中 现在想听我说了吗 现在想听我说了吗 如果你愿意听 我就给你讲一点我所经历的事实 你来判断 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了解你和李克思 有这个联名产品的计划吗 林总 有事跟你说 L&D出招了 鬼才设计师李克思 联名产品 所以说你的推理有漏洞 我给你补充两个信息 第一 我知道你和李克思 做联名产品计划的时候 你和哪个假李克思 已经快签合同了 第二 新闻发布会 我们用了同一家公关公司 所以我知道你的李克思是假的 为了不让你们当众出丑 我把我的并购新闻发布会 提前了一天举行 我现在也有我的问题 居然变得心软了 居然还多多少少念着一点 你刚才说的 小一笔两清的师徒情 不应该啊 我就应该晚一天 举行这场发布会 一针一假 多么精彩的年度打席 我一定会不应该 我还没有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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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应该 我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你不能给你 这么多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